大家好,有人说我是阴谋论患者,对此我是绝对不同意的 确实,有些时候我所报的内容给人感觉有阴谋论的成分 但是直至今至,我基本上都是为了别人的尿 你可以说,我的某些新闻是属于搬运了阴谋论 我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阴谋论的搬运者 但我本身不是阴谋论的生产者 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报一条 我觉得是完全颠覆以往有关新冠病毒认知的消息 也算是比较劲爆吧 而且这条消息的细节看起来非常详细 好像还有那么点意思 好,咱们闲话少叙 书归正传 5月5日,日本著波大学辅导润也博士 在他的脸书发布 通过对日本2019年9月到2020年2月之间的 54位病毒相关疾病的患者的一个血清检查 发现其中8名患者 中一名患者 他的这个发病时间甚至可以提前到8月20日 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出现了新冠肺炎的典型症状 而他的这个血清的采集时间是2019年的9月24日 大家看一下 这就非常的恐怖了 这个时间点8月20日这个时间点 远远早于我们现在已知的所有的这个病毒发源的最早时间 在我的印象里面 在此之前 最早的这个病毒的发源点 只能追溯到去年2019年的11月中下旬 地点是武汉 但是这一次呢 直接把这个时间向前提了三个月 据说啊 这件事情给人感觉可信度比较高啊 是因为他们检测的是冷冻血清啊 这就不存在这个血清变质啊腐败的问题 所用的试剂盒呢 也是经过了中国和欧盟啊 都认证的这个质量的这个试剂检测盒吧 哎应该说他的检测能力啊 啊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就是这个新闻还配了图的啊 就连患者当时检测的这个试剂样片的 这个原始的这个照片都已经发布到了网上 啊这个就恐怖了啊 啊就可以直接凭着这个东西可以去找人了啊 这位辅导淳也啊 他自称是来自于一个叫做MSF的组织 这个组织是由一千多位日本医生组成啊 嗯他们认为啊 这次的新冠疫情啊 去年九月秋天就在日本流行开来啊 啊大家注意看啊 啊这样一个组织非常庞大 一千多位不是个小数目啊医生 但是呢要补充一点啊就是这个所谓的 呃MSF的这个组织啊 啊以及他们的这个研究结论 到现在为止啊 他的发布渠道啊就是唯一的这个叫做辅导医生的个人社交平台 也就是他的脸书 嗯除此以外呢就没有其他的这个来源了 嗯所以说呢 嗯作为一个孤证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啊 比如说这一千多位医生啊 再出来几个来印证这个辅导成也的说法 嗯我们其实现在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去日本的这个祝波大学啊 先把这个医生找到进行个现场采访 是不是就可以一步步的揭开真相了呢 啊 我来稍微看一下脑洞吧 这个辅导成也医生他说他所找到的这些早期的新冠患者中啊 其中有一位人被怀疑他是在去年的8月20日就感染了新冠病毒啊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 美国的德克里特堡是什么时候关闭的了啊 我在网上收到的资料啊 一说是7月份 一说是8月份 我记得8月份的那一个资料好像说是8月9日 嗯不管是7月还是8月9日吧 这两个时间点啊都在日本的第一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患者啊 但前提这个消息是真的 8月20日之前啊有一个至少提前了10天 那么这个时间点其实也是衔接的上的 嗯 毕竟这个日本的感染者在 嗯 美国 嗯 这个病毒实验室关闭以后吧 然后中国方面呢 更是至少都是11月份的时候啊 啊爆发的这个新冠 那么好像给人感觉啊 这个时间线和地理位置之地理位置的这个衔接都很符合这个逻辑链条啊 在时间点上美国最早 嗯 日本赤之啊中国最晚从地点上呢 也是啊美国啊离日本近啊 啊然后日本又可以跳到中国来 啊好像给人感觉不管是时间和地点上啊 啊至少看起来还是嗯像模像样吧啊 是那么回事啊 有点这种嫌疑在里面啊 啊当然了 我就把这个事情就这样给大家说出来了 嗯 我最后给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啊 给亮亮相吧 我觉得还有个问题就在于 为什么假如说是先美国爆发 然后传到日本 最后调到了中国啊 那么我们怎么来解释这样的现象 为什么是中国最开始出现大面积爆发 而美国和日本却虽然先被感染了 但是却没有出现那种大规模爆发的迹象呢 直到中国大规模爆发了很久以后 才又开始向外扩散 才相继出现了美国和日本的大爆发吧 嗯这个爆发时间点 为什么跟最开始的这个病毒所谓的疑似源头的这个时间点之间错位如此严重呢 嗯这个东西是我解释不清楚的 好现在我就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 看大家怎么去解释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病毒到达了中国境内突然出现了 严重的突变啊 是原本的这个传染劣性啊 呃成几个级别的增强啊 所造成的呢 好我就提供一个思路啊 大家跟我一起想想吧 好就这样再继续